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个更惨的一个大衰退 你们现在已经面临的原有的产能过剩 就已经很被动了就像房地产这些领域 你们没人想到就是更大的产能过剩 也就是大失业潮又要来了 就是中国新能源整个产业的倒塌 你们以为国家电网限制太阳能并网就仅仅是一个个案吗 中国哪里需要那么多的储能啊 你们看看现在真正新能源汽车销售到中端的情况 上盘数量是个什么场景 对呀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锂电池生产量谁来去消化呢 所以这个中国马上就要面临一个又是花了那么多钱 吹号角吹牛逼一个产业 现在又崩塌 这个产业的过剩和崩塌 在现在中国的经济上真的不是光雪上加霜 不雪上加霜了 就一巴掌又要拍死无数的家庭了 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走到现在要崩塌 现在要出更大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不聊政治因素 不聊政治 单从经济上聊 就是这么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经济模型的设计者 实施者 本身就没想踏踏实认真真把经济做好 这是一个内心充满着贪婪欲望和走捷径意图的党 而这个党的领导人到了习近平这些人就更是一样的 完全没有冷静的理智跟强大广泛的专业知识做基础 而超级贪婪的希望给自己建立不适武功 实权老人 牛逼 对吧 我给党带来出现 你他们有这金刚钻吗 你是个什么狗屎玩意儿啊 不想 上去以后自己都不想想有啥 贪婪的超级欲望 驱动着 一说一带一路 一说解放台湾 那就不知道北在哪了 在中国共产党建国到现在的体制里 就算有专业的机构提供过理性的意见 毛 邓 江湖 道习 每一代只是表现的特征不一样 但都一模一样的本质 只要提出的专业理性意见 跟自己的贪婪欲望和走捷径的意图不一致了 就会自动把专业意见忽略掉 那如果提专业意见的人厉害点呢 老大心胸不宽广 就像这个傻逼习近平 就会疯狂的打击报复 最后身边所有所谓给他的专业意见 都是看明白他自己贪婪的欲望 和走捷径的意图以后 给他一个支撑的借口 大家都明白 所以这个国家你说搞个鸡配啊 搞个批啊 搞个鸡毛啊 一个好好的国家经济 起步构想还有点希望 搞到现在没任何希望 其实从刚刚改革开放40年到30年开始那5年10年 抛开那些不好的东西 单看中国经济大结构 很清晰 两条线 一条线围绕房地产构建的内需线路 内需领域什么都瞎聊 瞎说 旧房地产是最核心的支柱 一条是围绕外贸出口形成的外需路线 投资呢 就是根据内需跟外需两个需求布置的投资 就这个路一直坚持锁 新田干干净净有专业人士 去提议 中国现在绝不是这个样子 除此以外 金融体系配合这三条线的发展 衬托着往前逐步去推进 逐步走 挺好 所以呢 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这国家最开始 不管这是谁提出的设计方案 起步 这个时候国家GDP的三驾马车 内需消费卖贸出口投资 还是蛮清晰和合理的 这个大构价持续的进行 中国最起码 现在经济应该是持续增长 因为中国的人口足够多 而中国人又有向上走的习惯 经济良性循环 大家兜里都有钱 会不断向上走更好的劲 仅仅是房地产一个领域 在内需上就可以很长时间的拉动经济 良性发展了 内需方面 他是支柱嘛 外贸方面 中国如果能定位精准 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供应链定位在这些供应链最核心 最重要的中间环节 以及很多相关的低技术的产品的生产基地 就算是现在归基文明崛起 中国也绝对能够享受特别大的红利 投资呢 围绕锁定这个房地产支柱的内需跟外贸两个领域 支撑他们做投资 也有持续发展 这个不开玩笑 结果呢 现在已经都没了 完全都没了 由于缺乏长期的规划 规划 缺乏专业的逻辑 内需的这条线已经崩了 中国共产党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在卖土地和把土地质押给金融机构获得钱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口子一开 给地方政府获得了超期收入以后 那中央地方政府都被既得利益的这个甜头 引发的贪婪越来越重 这种贪心就成为地方资金的重要引导方向 所以中国房地产从居住为属的内需的属性 转化为投资为主的相关的属性以后 这个产业一转化 内需这条线就没了 因为金融属性一旦去主导房地产的发展 它就不是社会大众的刚性需求主导了 金融属性一主导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就变成了击骨传花的杀猪盘 我以前详细讲过 在杀猪盘快速获取现金跟获利前景的带动下 本来就没有专业指导的缺乏眼区规划跟风险体系 又被政府政权引导控制的金融市场 就对这个杀猪盘的发展设计并提供了超级大杠杆 把未来中国需要100年以上才能消化的信贷 资金扩张规模都投入到房地产中了 这个本来是属于靠内需支撑的 慢一点稳一点发展 绝对可以担当中国经济需求支柱的房地产产业 就崩塌了 再也不可能健康发展 那投资属性带动起来这种杀猪盘 他本身又依托在中国 因为广大人民都有刚性需求 所以他不会马上露相 这种杀猪盘扩得越广 就把猪杀得越干净 然后在中共快速扩大城镇化政策的导向支持下 这个杀猪盘就把中国绝大部分中下层家庭的钱袋子 和大量金融体系的信贷空间全掏干净了 这就是 那后来呢 后来就更傻逼了 超级快速的踩刹车 这大国如烹小仙 强制制止了房地产金融属性 这种粗暴的政策 用行政手段取消了金融大杠杆 你最起码这时候你要地盐金融大杠杆 你要产生其他的通道 让这个水能流进流出 结果这种粗暴做法 一下就把杀猪盘直接敲碎了 内需的你杀猪盘敲碎了 你走个屁呀 所以第一个经济重要的线路 内需的这个领域 在房地产崩塌后就没了 支柱产业也没有了 第二个经济重要的线路外贸出口 伴随着中共的战狼思想 钱最多最有信用最需求的欧美分裂了 现在这个线路快速断绝了 我以前详细讲过不详细说了 很详细的讲过多次外贸的事 那依托于房地产跟外贸的投资呢 全杀逼了 投资后建成的产能完全无处消化 所以中国在这两个领域形成了超级可怕的产能过剩 这种产能过剩 对于这一些本来就很弱 就对于专业知识就很弱的投资机构 专业知识很弱 然后产能还过剩 本身对于中共未来产业政策发展又很迷茫 本身产业发展虚实又不明确 所以这些东西就全都陷在衰退中 而且不能够自拔 就像大家可能去看得到数据 围绕国内房地产跟外贸的央企 我们只谈131家央企 从2022年开始 到现在一直在巨额的亏损 从2024年上半年能看出来的财报中 全部131家央企中 只要跟上述房地产或者外贸有关的 主要作为核心产业的央企 所有的人都在衰退的过程中 百分之百的企业 这一类企业负债超过资产50%以上 因为咱们知道在中国负债全是现金 欠的钱都是现金 而资产的变现能力绝对达不到50% 很多企业的资产变现能力10%都不到 所以对于你明面上账面资产 连你负债的50%都不到的这百分之百 涉及到两个关联产业的央企 其实未来的命运很惨 已经是100%处于资不抵债的境界了 其中跟房地产关联的央企都是重灾区 你像今天上半年 中国建筑叫中建 上半年现金净流出1088亿 中铁建现金净流出817亿 中交建现金净流出742亿 净流出啊 中铁建现金净流出467亿 中野建净流出284亿 中能建净流出145亿等等 就都在资不抵债 央企啊 你想央企都有多少政策支持啊 多少环境体系啊 现在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已经被以前产业导向失误 最后导致投资出现了大规模地盐亏损 产能过剩 你现在再能建筑有什么用 中国哪有房子让你建呀 就这种情况下 我们傻逼的中国共产党 跟傻逼中共又开始走向了另外一条 不归路了 又是由于自身欲望的贪婪 很强大的贪婪的欲望 无法一直的躁动 不归路 不归路干嘛 从五年前开始 特别是近三年 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谓的新能源产业 就希望目前这个本身还缺陷很多 大量技术瓶颈都没得到解决 整个产业前景 产业前景很模糊的新能源领域 能够成为中共在全世界树立自己牛逼地位的logo 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未来新能源产业的代表国家 最大的龙头 我个人从我的角度估计这个傻逼习近平的逻辑是什么 看茫茫世界 你要跟人比什么计算机互联网的软件吗 人多的是牛逼的 你肯定没戏 平台都是国外的 你要跟人比硬件吗 什么芯片之类的 那就别量了 这个CPU GPU 你就更别提了 牛逼的国家多的是 也没戏中国 你让个人比传统的汽车轮船飞机等等 牛逼的国家也多的是 中国都没戏 那怎么在这个老习上台后 能在他的伟大功绩 让他显现在我的带领下 中国成为什么什么很牛逼的领域呢 挂上logo研究吧 哦 新能源 那么新能源搞大了就行 为什么一带一路肯定是垮了 没成logo 海南自由港也垮了 没成logo 那这伟大领袖这傻逼习近平 还有什么能在世界上吹牛逼的呢 台湾现在又不能打 怎么办 哦 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这个能够让老习吹很长时间 牛逼的 中国可以做到 中国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五年前开始啊 如果算疫情两年多啊 这段时间 拼了命的开始 嘛 做这个东西 哎 所以新能源就成为我们伟大领袖习近平下的一盘大棋 很多人说中国的大棋在哪儿 就这样的大棋 哎 于是中国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两三年内需也好 外贸出口也好 投资也好 全线的都开始重点像这个本身自己对潜艇还很迷茫的 这个新能源产业转移 都在转移 全中国你看看这两年 哪个省市地区不重点做做什么储能啊 太阳能啊 风能啊 不重点发展发展什么电动新能源汽车啊 配套啊 那就基本属于跟中央经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本来因为房地产跟外贸的大衰退 就是投资已经捉襟进走了 捉襟见肘了 中国已经产能很过剩了 已经有无数血的教训了 结果呢 把剩下那点中国的资金流动性 全砸到了这么一个完全不靠谱的新能源市场 然后呢 两年多 咱们看一下 啊 中国俨然全了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产业国家 只是大张旗鼓的这么放风筝 放卫星 红旗飘扬之后 把中国所有的资金流动性榨干之后 我们现在都看见了 他们新能源产业就是个陷阱 没有任何希望 中国这么玩了命的干 导致结果就是这个产业不仅仅是在中国 甚至于在全世界都处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阶段了 对啊 中国疯狂的在国内在全世界推广新能源汽车 这些汽车大部分现在都在中间商手里 因为根本就消化不了这么多的车 更别说消化了这么多的车用锂电池了 那现在这种滞销呢 我们看见这几个月数据已经开始严重滞销 随着国内政策下降和西方的制裁 新能源这种销售的热浪 只要没有疯狂的资金在里支撑 减退以后 看看关联产业 是不是全面临产业过剩的局面 所有底下产业链周边是不是全截不回来钱 这终端在哪呢 谁会买呀 那倒闭狂潮又要出现了 比这个电车这个锂电等等 储能等等新能源产业更惨的太阳能 太阳能领域已经很多企业倒闭了 已经倒闭了 房子过剩 这是咱们刚才讲过了房地产过剩 已经说了 我是说已经过了 你得总结经验呀 你就这么那么点流动性了 经济这么着了 不 又干这么一傻逼事 现在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 性价比很低的太阳能发电 国家电网对太阳能发电 做了严重的限购 所以这个产业等于没起来 在国内就已经开始出在衰退阶段了 至于早就被西方淘汰的丰能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销售途径 因为西方不认 对吧 中国能骗一骗一个 你看这次海南就知道了 大量投资后 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 然后核能呢 这是新技术支撑的 在革命的前夕 对于技术很落后的中国 跟我说的落后是跟世界最先进的核能技术比 对吧 比如说可控核具变这种比 中国早就被排出来了未来核能体系技术革命的这个队伍之外 有人还跟我吹牛逼中国核能 减什么法国 那是人家剩的技术 中国偷来的 中国那有新的 新技术很简单 您给我造一个核动力的航母不就行了吗 核动力航母上一次材料够用一辈子的 而且不用烧开水就能够起步 多好啊 对 所以中国在核能市场中的潜景十分渺茫 所以本来呢 中国就已经处在大萧条大衰退的经济中 但今年开始很抱歉 中国又增添了新的 由于海量的产能过剩 而要倒闭大量的企业 大量人员失业的这么一个领域 这么一个市场 就是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 那中共的这些核心领导人 那些那种贪婪的欲望 依靠新能源领导全世界 中国成为全世界新能源龙头 这种东西 注定是一个daydream 真的是这样 中共的政策从来如此 因为在中共体系里就没有人懂得经济 不需要懂得经济 因为他只需要懂得政治的人 才能在这个体系里生存 中共的口号咱们都知道 从改革开放开始就叫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现在中共年年月月天天都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心常看 摸着石头过河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解释就是什么 叫试错 对啊 你摸石头过河你不就试错吗 尝试错误 你也不知道河里哪个石头是什么样的属性 你也不知道石头滑不滑 你也不知道石头松不松 摸石头就可能死人的 试错的成本是很贵的 好吧 所以呢 其实中共的表现和那些听爷书讲股票的表现 很像 很像的 几乎都是有必死的命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 国内的朋友早点睡觉 助眠海外的朋友心向事成 谢谢 谢谢 谢谢